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湾自行研发H7N9疫苗疫苗注来源由美国疾管局提供 不过国务院专家指出大陆H7N9病毒经过演化 种类至少有两种可能影响疫苗的效果 大陆的上海的H7N9的病毒值 跟浙江安徽的病毒值是不一样 而且两个差异还蛮大 我想我们当然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知信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他们最近流行跟最初流行的病毒株的演化 那我们才能够决定我到底要用哪一株去做疫苗 中国大陆将提供台湾病毒株 但野生病毒株做成疫苗 要多花至少四周的时间 另外目前也还不确定 大陆要提供给台湾哪一种病毒株 至于台湾生产疫苗能力 专家还是有信心 但向来接受卫生署委托的国防生计 不满卫署同时找另一家生计公司 表态不愿合作 我们都还没有讨论到疫苗场的问题 还是等下个礼拜 因为这个咨询会议比较重要 要听各专家的意见 大陆H7N9疫情升温的同时 台湾疫苗场却可能因为商业考量已经开战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陈祥的柳姿营 台湾特别报道